美國國務卿布林肯4月11號關切臺海局勢 中共軍機12號侵擾臺灣西南公寓 達到25架次 創下單日最高紀錄 美國共和黨聯邦眾議員佩黎 週一談到推動《臺灣升級法案》時說 縱容一個獨裁政權為所欲為 沒有任何好處 如果你繼續餵它 鱷魚遲早會吃掉你 不如早點採取行動 有學者表示 中共對臺灣及南海動作頻頻 凸顯其內部面臨極大壓力 拜登12號在白宮主持半導體供應鏈會議 將北京排斥在外 而新疆棉事件正在促使大量供應鏈轉移 拜登12號在白宮 邱世宜認為 面對中共軍事恫嚇 臺灣不能掉以輕心 需要繼續加強國防 但是只要不畏戰 臺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新唐人特異記者江宇禪 丁岑欣 劉芳 蔡沃道 經常參與財政 郭北京裔之間 任何故 知名嘉宇禮 採取出 我們就可以實踪了 當勒稱 太陽 sean 相當勒之下 是最好的 佛大利光